那這代表什麼?金錢的管理 但是為什麼這個被沒有再往的地方而放在第三個? 那是告訴我們不要把金錢、錢財放在第一個位置 以利為出發,不只是俗氣,人生也是容易失敗 所以這個寶貝專業,專業素養、專業的能力也是寶貝,非常重要的 那麼經驗,你如果從前輩,從前人,從我們歷史上,我們過往的先人身上 我們能夠來學到經驗,你有專業,你又學到經驗 那你還要什麼?什麼是寶貝?目標設定 一個沒有目標的人,你千萬不要跟他共識 因為他不曉得每一天的人生的目標在哪裡,怎麼可能成功呢? 一艘船,他要出著海港,那如果沒有目標,他出海港非常危險 不是擱淺,就是無法靠岸 再來是管理技巧,這些都是寶貝 經營的方法,這些呢,這是我們說的這個貝,這個寶貝 那再來呢,左邊的是月,當然我們直接想的是月亮 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這是中國日呢,這是以這個所謂農曆 用月亮的來祭日的,所以代表是時間的管理 你的時間管理好不好,你沒有做好你的時間的管理 你有堅持到底嗎?一件事情要成功 你是堅持到底,還是上昇中的弱度 所以各位,我們要這麼說 堅持是打造成功的鐵錘 再說一遍,堅持是打造成功的鐵錘 所以剛剛說,時間的管理,善用時間,當然速度 那請問各位,如果以一般速數的人來說 這個一千萬多不多?很多 那一輩子讓你賺一千萬好不好?不要啊 為什麼?太少了啊 那一年賺一千萬好不好?好啊 對,所以這就是速度 當你有目標,當你有專業,當你有經驗 當你有方法,不要忘記 速度,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再來我們看,這個月呢 在我們中國字的裡面,還有一個是肉部 肉體的肉,肉是代表我們的這個肉體 我們的健康 你有沒有做好健康管理? 你有沒有重視你的養生? 如果我們丟掉健康,賺了再多,再大的財富 一切都失去意義的,一切都不具任何意義的 再來呢,是煩 這煩告訴我們什麼? 那麼各位,用平常心 當我們一切透過這樣的努力,達到成功 可是我們內在還是平常心 不與這些財富,不與這些成就而為滿足 它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應該這麼說